他将军一个回合就被化凶斩杀了 我乃冀州上将潘凤 不怕死得爆上鸣 战成哥潘凤最早出登场于漫画单行本的第六集 当时的关东军刚经历完董卓在洛阳施展的计谋 沉下一句 各路诸侯们纷纷起兵讨伐董卓 于是领兵数万扎营在村找 而在虎牢关前 董卓军的滑雄已经耗枕影侠在那休息 吕布心领神愧的说道 沉下一句又仅此一次了 镜头转到关东军这边 我们的主角潘凤第一次亮相 即刻命令小兵快见围栏 不可让敌人实行马功 而后关东军的各路诸侯与董卓军对阵 陷入了僵局 宫村站发现周遭四面环山 敌人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若要逃出只能拼死一战 原方演技爆红的回答 以难民来消耗我方的粮食 大家的仁慈却换来只剩十天的军粮 且虎劳关一手难攻 待粮食耗尽后便会溃不成军 若选择后退 虎劳关第一行简要 军粮难以维持也是一败 向远双作往近 向近双作往远 这是兵法的轨道 此时关东军的士气已达崩溃边缘 于是众人选择以单挑的方式来提振士气 各路诸侯都派出手下中武功最高强的将领 像是炮灰一号的余瑟 炮灰二号的陆登 三号的陈爱 四号的黄围 以及五号的邓信 但令众人最疑惑费解的最后压轴 竟然会是公孙站 外界袁绍军的马攻手 刘皇叔等人 此时场面传来了嘲笑及看不起的声浪 认为低等的马攻手怎么可能入选 待皇叔等人入战后 潘凤出现了 一把抓着皇叔的衣领说 这位置你配得上马马攻手 地位低微的人只可站着 这里是讲求实力的圈子 没实力的人就给我滚出去吧 之后更嘲讽刘备是冒认皇族后裔的骗子 于是出手教训了刘备跟三爷 之后在虎劳关前 众将们为了争夺天下最强将领的称号 纷纷先后出场 潘凤此时先说道 袁将军请批出战 若然不胜 愿受军法 此时炮灰一号的余设不怕死的说 愿为前锋 而后饮酒背马 战鼓齐名赫凯玄 此时看到炮灰一号的排场如此之大 我们的战神哥潘凤就不开心了 在众人面前吃醋的表示 红尾的舞台最终只为铺成主角的胜利而闭幕 而这主角的名字定是我攀凤一人 画面转到双方交锁的瞬间 炮灰一号的余设 煞时间领悟出自大是用来献丑的同时 就被我们华雄给首杀了 华哥微微笑的说 吕布,我的路开始 之后的剧本就完全不照关东军的想象发展 除了开局首抽的余设有撑过两回合之外 其余的武将就像豆腐般的那样不堪一击 被连斩了数十名大将 有些不到一个照面就下去领便当了 到后来甚至人家华哥邪人投诉太多都懒得杀 放给后面的小兵剪尾刀去了 最终花雄与十二杀临死的战机结束了暖身战 与此同时各路诸侯都看傻了眼 原方此时又演技爆棚的表示 一切本应该很顺利的 只恨我军的炎凉文丑无法上阵 而战神哥的主管太守韩夫一厅 见烈欣喜的赶快对潘凤说 别人已经出丑,闭目者该登场了 只见我们的潘凤一脸不屑,涛者都表示 看卷这巡窝囊费跟这个烂摊子 潘某又即可袖手旁观 导演原方立刻回答 所谓千呼万唤使出来 潘将军前面就是你的舞台了 潘凤一脸帅气的大喊 华雄只是配角 我要立刻出场 一个完美无敌的战神 来因圣灵 最终两人决斗的过程 就在战神哥帅不到一秒之后 就下去领便当了 从此以后火凤就没了他的气氛 下次杀吕布的时候再叫我 那在火凤里虽然被打脸 但戏剧张力与绝对爆棚的战神哥 在现实生活中会是怎么样的呢? 无双上将,潘凤 东潘凤西吕布 这就是人称无双上将的潘凤 传说中,潘凤走着鬼斧神功般的战力 遇到他的敌价 没有一个能回去 根据资料里的记载 潘凤,至无双 是罗冠中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 擅长使用大斧 在小说里的第五回登场 原文对他的描述是 大金 太守韩布曰 武有上将潘凤,可展滑雄 哨,竭令出战 潘凤手提大斧上马 去不多时 飞马来报 潘凤又被滑雄给斩了 中阶失射 潘将军 一个回合就被滑雄斩杀了 简单说就是战斗过程 快到连主角都懒的描述 直接掠过 节省大家看书的时间 这应该也算是三国中 主管推下属送头的经典案例之一了 原将军 我含风了 这回算是投空了吧 呵呵呵 但随着电视剧红起来的潘凤台时 我的大福 早就寄可难耐了 也成为了网路的行流行语 开始出现了很多上将粉丝 一提到三国武将的排名 都会开玩笑的说 管他一旅二造三点尾 我有上将潘凤可展之 也因此上将潘凤一词 红道都有人写成 重申三国之上将潘凤的独立小说作品 如果你以为上将潘凤的威名就到此为止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 在游戏率土之兵中 人家五虎将的战法名称 例如刘备的皇义琉璃 张飞的长坂之吼 都与人物的故事背景有关 而我们战神哥潘凤的战法 就嫌嫌硬懂多了 编剧应该心想 反正也找不到什么好题材 干脆就直接叫上将潘凤算 所以在游戏中 我们战神哥的战法 真的名称就叫上将潘凤了 不过此时有一个人 就非常不给我们战神哥面子 他就是三国志的游戏大厂光荣 游言社有统计 潘凤在三国志各代游戏里的五将素质 其中我们来看看这精美的无力值设定 我们的战神哥 看完之后都在一旁落泪 身为虎劳关的第一神将 还兼具电视剧跟独立小说的加持 武力值竟然只有七字头 甚至到了三国志七字后 连七十的大关都保不住 直接下放成打酱油的角色 照理说光凭着完美无敌的战神之名 武力值就起码应该先加个20点来压压惊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这样一个小将 去挑战吕布 为什么 虽然龙真三国中装逼不成粉打脸的第一人 但在火凤遥远里至少出场的气势和战斗前的排场绝对是无人能挤 比吕布更吕布 人家吕布早期出场的时候低调朴实 遇到残兵和火哥大气都没敢多喊一声 咱们战神哥就绝对不走这一路 艺术厂就是先抓着我们黄叔的衣领 然后又打了满庄的山野 和华哥单挑的时候先是往迈瓜一番 最后中路开局带六叔之直接出门 一到河岸口却发现人家怎么满神装再等他来送头 下一秒的画面就不用多说了 直接丢下去领便当 不过上将潘风一死也算是成为了早期很让人记忆犹新的武将形象之一 也不枉费出战前有些商业吹捧一下自己无敌战神哥的美名 那最后来聊一下为什么会想讲火凤遥远里的人物 因为从小就喜欢看漫画 那火凤遥远算是所有漫画里面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看过的次数应该有超过二三十次有 连载的月更虽然说也要等到很久才能看 不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火凤的结尾 那现在的连载到了荆州勇士队的剧情也很热血 所以就燃起了想说来介绍一下自己喜欢的好作品给大家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的话再欢迎支持一下 我是宣劳,感谢收看,我们有缘再见